欢迎收看放DJ基金及ETF周报 9月17盘后 川普正式宣布自9月24日起 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%的关税 并且从2019年起将税率提高至25% 中国随即宣布报复措施 不过因为新一轮的关税措施 低于市场的悲观预期 美股上演利空出境行情 尽管美股随后因为中国表示 贸易谈判不能在关税的威胁下进行 以及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传出可能辞职的消息 使得美股沉压 但史坦普500指数周线仍然收高 而且期间再度改写历史新高 史坦普511大类股涨跌互建 油价上涨 推升能源类股收高3.41% 领涨磐势 亚培MITRACLIP 经导管心脏半膜修复装置研究结果 传佳音 能够减少住院时间 并且延长部分的心脏衰竭患者的存活期 亚培股价上涨4.4% 连带带动爱德华生命科学大涨 近12% 创纪录新高 而Lex用旗下的Eclizumab 应用于泛式神经脊髓炎治疗的第三阶段 临床实验结果达标 该股晋升8.7% 引领医疗类股上涨1.37% 美国10年其公债殖利率突破3% 花旗及摩根大通涨超过2.8% 抑制金融类股收高1.19% Comcast 战胜21世纪福斯 以338亿美元拍的英国广播公司SKY Comcast 股价下跌3.6% 索性脸书以及Netflix股价走高 支撑通讯服务类股上涨0.4% 苹果产品虽然没有被纳入新一轮的关税行动 但是股价还是下跌1.4% Red Hat 因为上季的营收以及财测不如预估 大跌9.4% 索性半导体股上涨 Brocom 以及Intel 的涨幅超过3% 支撑科技类股小幅收红 反观公债殖利率走高 拖累公用事业 不动产以及民生消费类股 下跌0.34%到2.35% 亚马逊回档1.8% 因为市场传出欧盟监管机构 针对亚马逊是否利用商业数据来打压竞争 进行初步的调查 压抑消费耐久财类股收低0.16% 在全球各个主要指数表现的部分 由于美中渴望重回谈判桌 进行贸易协商 中国也表示不会以贬值的方式来刺激出口 如此渴望先化解新兴国家货币净贬的风险 而8月引发市场动荡的来源 例如土耳其 俄罗斯 南非以及阿根廷 债汇市都已经相继自底部反弹 再加上美元指数回落 有助于资金重回平价面便宜的新兴国家资产 其中IMF提高对阿根廷的贷款额度至700亿美元 阿根廷股会同步上涨 成为上周表现最好的指数 另外巴西市场逐渐接受第一轮的选举 可能由右翼跟劳工党的候选人胜出 加上贸易战利空淡化 提升新兴市场表现 巴西股会双涨 周涨幅5.32% 美国放宽对二旅制裁 允许既有的客户跟二旅旅行合约 带动二旅大涨 加上油价相对高档 激励卢布走深 俄罗斯上涨5.01% 排名第五 油价高档也激励费城油业表现 以5.07%周涨幅排名第四 接下来看到6-10名的表现 美中贸易攻防不如市场预期严峻 贸易战争担忧降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示 不会以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 并且将保持基础建设投资稳定 加上投资人预期 中国有望寄出减税降费 提高基础建设等等的刺激措施 提振经济 同时YES揣测部分国家对资金进场 拉抬全只股 上海A股上海综合香港国企涨幅超过4% 另外日元对美元汇率 点至两个月的低点 以中国可能考虑调降关税 带动日股走高 东正一步指数连续6天上涨 至于指数表现最差的部分 中美新一轮加征关税政策生效 市场一度一地空出境解读 激励欧股随着全球股市反弹 但是中国取消对美国原定 近期要举行的贸易谈判 让欧股再度沉压 中亚利下跌1.34% 成为上周表现较差的指数 另外伊朗、沙烏地阿拉伯、利比亚 在内等等的中东地缘政治风险 不持干扰油价 道琼科威特、阿联杜拜 下跌0.76%以及0.44% 6到10名的部分 台湾贵买指数维持弱势 下跌0.26% 接下来看到基金绩效表现的部分 表现最好的前4名 都是中国相关基金 元大沪深300单日正向两倍基金 上涨13.26% 成为上周表现最好的基金 第5名则是富邦日本东正单日正向两倍基金 涨幅8.86% 排名第6的是MSCI巴西指数 涨幅8.14% 7到10名都是背来的世界矿业基金 主要是因为美元回降激励基本金属反弹 也支撑金价走势 而基金技巧表现最差的前10名 清一色都是印度相关的基金 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对于货币贬值 跟油价上涨可能对经济产生压力感到担忧 加上高盛证券下调印度股市的投资平等 以及贷款服务公司债务违约消息 引发市场对于印度非银行贷款业者 营运前景担忧 冲击印股逆势下挫表现弱势 接下来带您看到ETF资金流向的部分 接下来看到CRB商品价格走势 美中贸易争端未如预期严重 美元回荡 进而提振大宗商品价格 油价因为产油国拒绝立刻增产而大涨 CRB商品价格指数当周上涨2.26% 油价方面 美国原油库存减少210万桶 加上伊朗石油制裁日期接近 伊朗石油出口量逐渐下滑 另外俄罗斯跟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紧张情势 加上美元回荡 供给面单又跟库存下降等等因素提振油价 纽约原油近月期货价格上涨4.48% 基本金属因为美中贸易关税税率低于预期 美元回荡基本金属反弹 LME三个月原汇同价上涨6.36% 金价方面中美贸易单又减缓 虽然压抑避险需求 但是因为美元回降支撑金价走势 近月期货6个交易日小涨0.28% 最后来关心本周财经观察重点 美国要关心的经济数据 由美国第二季GDP中值 8月新屋销售及耐久财订单 通膨数据 8月个人消费支出 评监指数及核心PCE 还有联准会利率会议预估升息一码 联准会将更新经济 通膨展望以及利率点证图 欧元区要关心9月经济信心指数 及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以上是这礼拜的放DJ基金及ETF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